台湾的防疫轮为全球倒数 那么沈富雄就用棒球赛来比喻 详情交给采薇 台湾的防疫上半场成绩还不错 是大家有目共睹 不过来到下半场之后 普遍被大家认为争议非常的多 尤其现在还被两份外国媒体评为 台湾的防疫任性 还有回归正常都是在倒数的 为什么下半场会出这么多的问题呢 民进党的前例为 沈富雄就进一步的点出 他说台湾整体从政府到民众 我们现在的防疫心态 都还维持在上半场 像是民进党蔡政府故作镇定 对于整体失控的疫情 还在保持冷静 而国民党身为最大的在野党 有意批评 但是自知没有资格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现在朝野普遍 都是希望不要解封 尤其九成的民意 都是反对解封的 也因为这样子的氛围 所以让国民党 他们监督的力道 就弱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沈富雄认为 大家都是停留在一个上半场的心态 坚持这个确诊数 要清零 要加零 但其实全世界都已经来到了下半场 那么下半场的关键 就是疫苗战了 所以他认为 其实台湾也要赶快取得疫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陈时中困境 他认为陈时中本人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人民还有地方官员都觉得太松散 所以他就用棒球赛来比喻 他说现在台湾就像是忘了光靠不失分 但是不失分只能完封 却不能完胜 前几天才通知大家 包括郭董还有台积电 向德国购买BNT疫苗已经成功的事情 但是要请教采薇 祝德代表到底说了什么 被批评他是在收割呢 现在台积电还有鸿海永龄基金会 确定是可以购买到德国制的辉瑞BNT疫苗 那么祝德代表谢志伟 他也在脸书上面发了一大篇的文章 首先他就提到了整个过程 那么第二段呢 他只是信了好多人 他也提到有人是要谢谢台积电 有人是要谢谢郭台铭 那么他自己呢 则是要谢谢他两位德国的朋友 除此之外 他还要谢谢一位疾管署的资深女官员 那么整篇文章看下来 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就大三说 整篇文章呢 只有凸显一件事 那就是一位堂堂的祝德代表 却没有办法帮国家争取疫苗 而且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一人张小燕 在红海他们最早之前要去争取疫苗的时候 他就po了一篇文章呼吁政府不要刁难民间企业 那么这个时候呢 祝德代表谢时尾他则是呛张小燕在制造仇恨 但是现在似乎完全忘了这件事情 所以黄子哲就酸啊 不知以此作为警惕争取疫苗 还对张小燕开呛 他认为这种外交官简直是扎到底 只剩下了谢谢的功能 另外中央的疫苗约平台现在被发现其实是委由民营公司来建制的 可是采薇为什么立委需要相关资料的时候 卫福部这边没有回应呢 这两天观众朋友应该对于这个页面非常的熟悉 或是您一定有使用过这个平台 那就是网路的疫苗预约系统 那么大家普遍都是认为 这是我们的科技政委唐凤他所设计开发的平台 但是民众党的立委高宏安他就发现了 原来他其实是委托某外部机构来建制的一个平台 所以他就非常好奇啊他想说直接找卫福部来问个清楚 那么立委其实他们都有职权可以去向相关的机关来索取资料 但是呢卫福部却是不愿意提供任何预算还有任何的资料 甚至对于高宏安的要求是一度不回 当然这也让高宏安相当的生气 高宏安就说整整三个星期已经过去了 而且平台啊在上周是就已经开始正式上线 回函给立法院的公文签和却还没有完成 难道是贴了心不想要给立委资料吗 甚至也被外界质疑哦 卫福部是不是有不想要公开也不能说的秘密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